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现象 根据联合国人口估测 从2022年到2050年 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 将从10%上升到16% 也就是说到2050年 地球上平均每6个人里会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 如果按地区看 欧美以及东亚和东南亚 在2050年的时候 平均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超过65岁的 而2050的中国 平均每3个人中会有一个65岁以上的 全球老龄化的趋势里 有人类更长寿的原因 但更多是因为低出生率 大家普遍认同年轻人少 社会活力和经济活力就低 因此我们看到 一些发达国家靠移民政策 缓解老龄化压力 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 也都有鼓励生育的政策 中国近年来出生率暴跌 就算不看对未来人口结构的影响 眼下暴跌的生育率本身就值得反思 我上次聊人口问题时 主要谈生育 也解释了人口红利是结构概念 而不是数量概念 并呼吁把出生率更多当成 社会发展的果 而不是因 今天不聊生育 我想稍微讲讲养老 一个社会有三分之一的高龄人口会怎么样 光以眼下的社保经验做推理 形势很严峻 但如果脱离既有系统 光看社会养老的底层逻辑 未来并非暗无天日 老龄化是21世纪出现的新问题 人类没有充足的历史经验可以参照 老龄化真的很糟糕 真的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吗 我觉得不一定 抽象的道理很简单 如果生产效率的提升 能弥补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 加上合理的分配机制 至少人均福利不会比现在差 相信大家都认同 AI会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假使AI如大家所想 那么生产效率这一客观条件 就不成问题 问题的重点自然就落在分配机制上 要解决养老压力 分配机制不能过度抑制效率 同时得支持社会保障所需的转移支付 未来分配机制该怎么调整 我暂时理不清 但我想讲明既有的社保思路 帮助大家审视当下 思考未来 社会保险有很多方面 养老、医疗、失业等等 在中国的形式是无闲一惊 社保每一块都有具体考量 虽然我今天主要从养老的角度来讲 一些基本逻辑还是互通的 先来看社保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把人生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有生产力 一个阶段没有生产力 我们希望两个阶段都要过得好 那么问题很明显 没有生产力的阶段怎么办 如果没有社保我们会怎么做呢 两种方式 传宗接代和个人储蓄 可以想象在资产稀有 交易匮乏的原始社会 年轻的时候种地打猎 年纪大了就只能靠后背 之后随着交易普及 经营硬通 储蓄成为一种可能的养老方式 而社保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两步 一方面 自家的老年人不再仅仅由自家的年轻人赡养 而是一个社会里的年轻人群体 集体赡养老年人群体 群体性养老的好处是相互保险 减少家庭变故的影响 因此养老金项目或者养老福利 也被称作社会保险 通常这种保险也包含富人对穷人的补贴 另一方面既然未来老有所依 年轻人就不再需要过多的预防性储蓄 有助于经营流通 从整体角度看释放了流动性 早期社保的意义在于相互保险和解放流动性 社保作为一种集中分配 其合理性在于它对社会福祉有积极帮助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 对这批年轻人所做的养老承诺 下批年轻人必须负担得起 可未来的是谁能打保票呢 因此社保的待机滚动特别依赖经济发展 而就经济发展这一块眼下的中国显然值得担忧 现实问题大家都看在眼里 这里略过 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社保体系 养老社保的历史其实也才一百多年 首个全国范围的养老社保由匹斯迈在1889年的德国推行 社保的历史对今天的讨论不关键 但我想指出 在社保体系设计之初 货币遵循经营本位 个人储蓄的形式是经济营气 是潜在的流动性 社保在经营本位下对释放流动性有帮助 今天的社保系统仍然沿用当初的思路 但今天的货币是信用货币 同时资本市场发达 社保不直接释放流动性 考虑到有些地方社保管理水平堪忧 还可能有副作用 更直白一点讲 今天年轻人考虑养老完全可以靠个人投资理财 政策上可以放开养老基金的市场化 做好审计监督就行 社保系统的统筹分配从流动性角度来说 一般比不过市场化的养老基金 同时养老基金还允许更多个人选择和应急空间 目前全球排名前300的养老基金里 差不多一半是公共基金 一半是私营基金 看资产规模 前300基金的总量大约是200万亿美元 其中公共基金占7成 私营基金占3成 市场化的养老基金不少见 甚至是一个趋势 但中国的现实条件 并不允许养老基金市场化 意识形态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政府有义务对付已经做出的承诺 以现在的财政条件 一旦放开市场化养老 对既有承诺的对付无意要休克 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短期内会考虑市场化养老 不止如此 更令人担忧的是 政府有很强的动机撇清自身的对付压力 我有预言2024年龙年春晚会推销保险 到时候看有没有猜对 而在可见的未来 一些地区社保医保的对付 可能越来越需要大家额外去争取 时事不详谈 我这里主要是想指出 在现代货币金融体系下 光看效率 市场化的养老基金可以取代原有的统筹社保体系 虽然中国没有条件考虑 之前也提到 除了效率 社保也关乎平等 有转移支付的属性 可叹 这方面同样只适合其他国家讨论 比如全民低保 全民医保之类的 中国的社保系统 从建立之初就不怎么在意平等 甚至逆平等 主要体现为两类福利启示 首先是在同一地区分体制内外的双轨制 名义上2014年10月之后 社保双轨制就取消了 但实际上还是有过渡性养老金补偿 以及计算公式的差异 除了体制内外的福利启示 地区间还有启示 特别是农村和城市户口的差异 四川农保一个月多少钱 上海退休工资一个月多少钱 这就有几十倍的区别 而体制内外和户籍这两类福利启示一起作用 差距能有几百倍 逆福利和低保障 被视作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制度优势 虽然对社会整体的原始积累 可能起到一些加速作用 但这种制度优势是变态的 按理说 原始积累起来了 就算不反补也应当及时修正 实际上农业税到2006年才废止 而农民工的福利保障 依眼下的惯性好像真就摇摇了 其实我一直想正面聊一聊平等这个话题 可正面探讨太脱离中国现实 赤裸裸的逆平等就在面前 探讨平等有种看不见大象的不是 不是归不是 平等还是会聊 大象也要找角度聊 以上我简单解释了一下 社保体系的逻辑和意义 把人身分为两个阶段 有生产力和没生产力 社保把个人跨时间的资源调配 转换成了集体在同一时刻内的资源调配 是一种广义的信贷 社保早先的意义在于集体保险和释放流动性 但在今天的货币金融体系下 统筹社保的意义主要在于基础福利和对付既有承诺 而对当下社保反基础福利的情况 名不局官不究 将来如果对付有压力 不晓得官又何去 名又何从 无论养老政策如何翻花绳 如果绳子越来越短 总有翻不出花的时候 现在为了提信心 还要拉社保基金称股市 一时竟分不清这提的是哪门子信心 真要提信心 我觉得还不如拉国企央企投社保 摆花花的银子 做点孽吧 只是调侃一个可能 我手头没有具体政策 因为看不到数据 不好凭空乱想 给不了大建议 谈点小想法 对个人 养老的挑战有多艰巨 就客观条件来讲 我持乐观态度 一说养老 很多人会对比退休工资和养老院的开销 经历过计划生育的打磨 养老院这种托管形式的确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养老院也正在替代幼儿园成为一个兴起的市场 只要有充分竞争 有选择自由 养老院的价格和质量应该不会比现在差 这是基于已有经验的判断 如果再往前看 AI的发展应该还能实现居家养老 对生活自立有困难的老人来说 雇佣护工总有各种担心 毕竟不好确保雇佣关系里的权责对等 以目前AI的发展进度来看 实现AI护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技术障碍 乐观点估计也许十年内就能达成 赶得上社会老龄化的速度 无论靠养老院市场开发 还是AI技术进步 我都觉得就养老这件事本身 没有特别严峻的客观挑战 只要分配和管理政策别帮倒忙 别掐死技术普及 至少有一些积蓄的老人不必太过担忧 那没有积蓄的孤寡老人怎么办 五亿农民三亿农民公里的江老之人怎么办 我们当然希望社会福利系统对待社会 不会像某些无良护工对待老人那样 但就像我们很难约束护工的行为 社会大众也很难干预福利系统的行为 招护工还能碰碰私德的运气 福利系统的功德能指望吗 欣欣向荣的时候都不考虑纠正福利结构 苟延残喘时的良心发现 只会是推脱责任的手段 当他们说可怜中国未富先老的时候 我只觉得怎么腰板还没直起来 又要跪下 基础社会福利是所有公民应得的 但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公民的地位只有靠居民自己争取 眼看在价值上 一代中国人注定比不过土地和设备 可就这么任命代代如此了吗 那种事情不要啊